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范瑞吉的意想事件 那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要来跟大家介绍一种行业 这种行业呢 相当的优秀 也不容易做 但是满肚子苦水 为了国家做事 那你一定听过外交官这样的一个名词 那么在外交部做外交官 你知道台湾现在只剩下没有多少个邦交国了 但是外交工作一直是台湾非常艰困的一部分 但是有一群非常优秀的一群年轻人 或者是一些专家 他们在外交领域当中可以说是匍匐前进 那我们今天来访问的这一位 他基本上就是前外交官 他是叫做刘士杰 士杰你好 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士杰 干了外交官干多少年 11年了 所以你知道前外交官 对 前外交官 那进去跟出来都有原因的吗 对没有错 进去的原因是 你不是学这个的 我事实上我前大学的时候是念政治系的 政治系 对所以严格来讲算是本科系 政治系就算本科系 我们事实上考外交特考不需要读本科系 就是说你读理工科啊 读什么科都可以 读医学系啊 只要你有个大学文凭 你都可以 一定要大学毕业 对 他是一个基本的报考的这个资格 那所以只要你有大学文凭都可以报考的 听说你去当外交官 教授很不爽 教授 笑 你在笑 当时的我的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 他觉得我的个性好像不是那么合适当公务人员 他觉得我个性蛮活泼的 那就是觉得说当外交官 虽然是外交官 可是他事实上是公务员 那他就觉得说 他那时候是蛮鼓励我去国外念个这个博士学位 回来带教书啊 带教书做学者 对 但是当时也没有也没有听他的话 你心里面一定有一个人一个声音在敲着你嘛 跟你讲说刘诗杰啊刘诗杰啊 就是 我觉得当时其实对这个工作的想象没有那么多啦 因为其实外界一般来讲对这个行业是很陌生的 觉得他很神秘的 那我事实上来自一个家境蛮清寒的一个家庭 对对 所以就是说当时就觉得说 有一个这么机会 我觉得外交官待遇不错 待遇不错 而且可以让你这样去国外看一看 我觉得是蛮感激 甚至我人生第一次出国也是在加入外交部以后 是在没有做外交官之前 对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已经快30岁了 可是外交官不是英文要很好吗 应该要有一定的水准 要很好吧 是啦 就是要蛮不错的 可能还要有第二外国语是不是 第二外国语是optional的 你不是一定要 但是就是说因为他考试有考外语嘛 考英文啊考外语等等 所以你大概也不能够太差 要口试 口试要有英文口试 而且长得要还可以 是吧 玉树临风 不敢当 魁梧雄壮 不敢当 消散风流 每个行业大概都是这样子啦 对啊 那所以外交官里面男的多女的多 大概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对早期当然男性居多 但现在的话其实男女都各半了 因为我们考试并没有任何性别上的限制 我知道 而且女生很会考试啊 真的啊 他们就比较细心嘛 对啊 OK 所以俊男美女的组合 呃不敢当啦 不敢当 我们也在讲俊男 我说美女的组合 是是 你不用帮那些女生说不敢当 对不对 我们部里的确的确蛮多有颜值的啦 嗯 好 所以做了外交官跟你进去之后 进去之前想象差别在哪里 嗯 其实是一个蛮辛苦的一个行业啊 因为呃 他必须你要颠沛流离嘛 我们大概 你用颠沛流离这四个字来形容 呃 其实也不会过 他大概有 我们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是在在国外的 三分之二的外交官生涯在国外 是 对 因为大概 不是三分之二的人生 三分之二 对 外交官 你的career 大概三分之二是三分之二在国外 那他的机制就是三年在国内 然后六年在国外 你最早被派到哪里去 我曾经被派去洛杉矶 很好啊 我在LA四年 那算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对啊 后来我去了帛琉嘛 去帛琉 在太平洋 在太平洋 对 从洛杉矶再调到帛琉去 是 帛琉怎么样 其实很不错 那边人是非常的热情的 而且他的生活条件当然辛苦 不能够跟加州比 不能跟台北比 但是以太平洋来讲 所以还可以 好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刘士杰 他这个是前外交官 我们外交官生涯到底如何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范瑞姐的意想世界 我想不是太多人有在外交部 或做外交官的经验 这个今天我们访问的是一位前青年外交官 他叫刘士杰 他写了一本书叫我在外交部工作 揭露了他很神秘的这个领域当中 我们大家都说台湾的外交其实是相当辛苦的 那因为你在不同的 这个外交官在国外 一定受到中国大陆的一些相关的压力 这个在政治上是必然的结果 对不对 你在洛杉矶的时候 有感受到很强的压力 其实应该讲说 我们在每一个管处都有这样的感受了 那其实写这本书最大的初心就是说 我在从去年开始 有在全台湾的校园做演讲 包括高中跟大学 你都跟他们讲什么 你都跟他们讲什么 其实就是一个在外交部工作 十年的一个驻外经验分享 因为事实上很多青年学子 对于我们这个行业 对于我们这个career是觉得很有passion 但是也觉得很神秘 对 那在坊间并没有这样的一本书 或这样的一个人告诉他们说 你这个行业在做什么事情 那他们又想要来报考 你们这个行业基本上要守口如瓶吧 对 就是你机密的东西你不能讲 不能讲 对不对 然后要言不由衷吧 言不由衷 Sometimes yes 我其实书里面有写到 你有的时候你必须要讲一个很适当的谎言 适当的谎言 这是全世界的外交官都必须要这样做了 我看你们书里面写了一个笑话 非常有趣 哪一个笑话 叫做外交官和女人有什么差别 来我们来试着看看 如果外交官说是 他的真实意思是 是maybe 也许 也许 大概 如果他说也许 就是一个很委婉的no no 如果他说不 他不会说不的 他不可能说不 但是女生就说 如果女生说不 这个笑话非常有性病 我写这个 我们先把他讲完嘛 干嘛 你竟然敢写到书里 没有因为我后面有一个注视 就说这个笑话是有点sexy 没关系 如果女生女生说不 他说的是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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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说也许 也许就是是吧 是 如果他说是 说是就是 他就不是个女生 对 所以你们在这个外交领域当中 常常都会写 讲说 是 也许 绝对 绝对不会去讲no 对 其实这个笑话是从网路上超笑 当然还把女性有一个非常很刻板化的一个 当然 所以我其实后面有做一个说明 但是 其实写这个笑话最主要的目的是说 当外交官我们不太当面拒绝别人 OK 这是我们在 你们训练的时候就这样 在交涉事情的时候 你们在训练的时候就这样 对 就是要有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OK 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其实像我们刚进步的时候 前半年都要先搜寻嘛 那就会请一些老师来上课 像范老师这种很有口才的 应该帮我们来上课一下 谢谢 就是说我们上了很多像这个有国际礼仪啦 OK 有怎么样去做公众的speech啦 等等 甚至上一些像红酒课啦 怎么跳 跳舞 跳国标舞 跳国标舞 怎么打golf啦 打golf 之类的 都得要懂 对 他就教你一些皮毛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就再继续的去学这样子 结果你却是喜欢棒球 对 因为我这个从小打棒球打到大 对 从国小 一个很爱打棒球的外交官 然后一个会在脸书上 写长篇大论的外交官 然后一个会去参选市议员的外交官 是 所以很 你做了三件外交官 都可能睁在眼前说 what 对 都不太会做的事情 我算是一个 就是一个艺术 艺类 艺类 就很奇怪的 因为我从以前就很喜欢 我对政治 对时事很有兴趣 然后我觉得写脸书 去经营这个社群媒体 是一个对公众的沟通 这样子 其实我一直觉得说 可是在脸书上 写自己心里的话 要很小心 是啊 要非常小心 这个 这个网络世代 对 很多人都会暗地的在看 刘士杰在写的东西 对不对 他把女生跟外交官做比较 这会失言 对 他会断章取义 对不对 像柯P常常最近在发表一些 他很惨了他 对不对 韩国瑜不是最近在讲什么凤凰 什么鸡 什么的 是不是 对 不过他们是政治人物 对 不过外交官也是 要很注意 在国际体系当中 当然 你可能要了解 柏六人的忌讳是什么 当然 柏六人忌讳是什么 其实他们对于那个礼仪这个事情 比一般台湾人所能够想象的更严格 像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母系社会 对 所以他们其实他们对女性是很尊重的 我记得我有一次在 在爬绕的时候看到一个 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 他们可能有口角 那我就突然看到有柏六的男生 要过去 要去打那个男的 他就会说 你再怎么样 你都不能够跟女生这样讲话 OK 对 他们是一个对女性非常尊重的 非常尊重的一个国家 对 不过他跟台湾的邦交是 以外交官的观点来看 一到十分的稳固性 有多大 这个我不能打分数 不能打分数 但是我只能说我在的时候 我们都很努力 我们同事都很努力 努力 你自己叫外交官辞令 对 你知道我如果打分数的话 我一定就会在trouble里面 对 就总觉得说 这东西 你得人说 我讲高讲低的都不好 你说非常的稳定 这我也不敢讲 也不敢讲 我还是要自保一下 我要 好吧好吧 来啦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 欢迎你回到 范瑞姐的异想世界 我们今天介绍 这位年轻的外交官 他现在虽然离开了外交部 但是他写了一本书 叫我在外交部工作 这个大直白的一本书名 那这个当年轻外交官 他高大英俊 喜欢棒球 看着就是阳光男孩 但他在这个书里面 写了几件事情 我觉得听起来 就是外交官的一个人身缩影 你刚刚用颠沛流离来形容 第一 你跟你的家人 会要长时间分离 对不对 很多人可能 在住外的时候 家人遭遇了变故 他都还赶不上 回来 对不对 碰过 类似像这样的事情之类的 太多了 太多了 因为你有的时候 你可能在拉丁美洲 你知道吗 从拉丁美洲 光坐飞机 转机回台湾 都要三天 三天 对 三缸 含转机时间 所以你知道 你有的时候在 last minute 真的你赶不回来 赶不回来 你赶不回来 所以是很辛苦 辛苦 我们常常讲说 做这一行 就是要随时有准备 你必须跟你的家人的 挚爱要分开 就是没有办法 而且你有的时候 你去的地方 也不太适合 西家带卷 对啊 刘士杰今年 这个三十多岁了 对不对 三十多岁是适婚年龄 你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 我两个小孩子了 你两个小孩子 你的太太是跟着你 东奔西跑吗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 也分开过 因为那时候她在美国 我在帛琉 对 她在美国 你在帛琉 又是一个远距的 很远啊 很远 非常远 太太对你做这个工作 是嫁给你之后 就知道你是这个 你是这种工作吗 还是你就怎么忽悠她 忽悠她 然后说没关系 我对你的爱 所以其实我这本书 讲嘛 其实我太太是我同事啦 她很了解这个 你用外交官的词语来对 我是没有用的啦 我告诉你 她其实她很了解 这个career的 他也是外交官 对 她很了解 那其实我这个书里面 有写到 就是说 你要来当外交人员 不是你英文好 你外语好 你可以来当 就是说你必须要去思考 你的人生跟家庭上 适不适合做这个事情 这才是最重要的 有谁是适合的吗 就是 听起来没有一个适合 颠沛流离 有谁适合 颠沛流离 颠沛流离 对 然后跟家人长久分开 有谁适合 有人可能就觉得说 他家里的状况 可以不太需要 他一直人待在台湾 去照顾嘛 当然有人呢 就是比较需要 待在台湾嘛 然后有人对于说 你跟你的另一半的家庭 有没有办法 一直在一起 这个事情 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我看过很多外交官的家庭 带着走 但是小孩很辛苦 小孩会有适应的问题 对 一下到这边 突然之间见黑人 对不对 一下突然之间见 因为台湾很多 澎教国都黑黑的 对不对 一下到什么南美洲 一下学拉丁文 一下学英文 就是 对 就是说他学的语文 也会有点断层 就是说 可能英文讲的 好像还算流利 但是你知道他写也写不好 中文可能就是会听会讲 然后也不会写 也不会读 所以就是可能会变成一个状况 就是说可能 每一种语言都大概 半调子的状况 所以 当外交人员的这个父母 在对小孩的教育上 特别是母语的学习 要特别的重视 因为如果你稍不 你稍不留意啊 他可能就过了那个学 你的小孩多大 现在一个念大班 一个三岁多 所以还在 还在 都在台湾 在台湾 没跟你出去过 在美国有 在美国有 在留学的时候 对 在留学的时候 OK 所以还好现在还不到 对 他们现在就是跟我们都是讲 讲中文嘛 好 所以刚刚讲过说 你可能要适应这种不同的国家文化 对 你可能没办法跟家人相处 你可能太太家属都会分开 跟自爱的人要分隔两地 到另外一个地方 台湾有非常高的工作压力 台湾又是一个外交弱势国家 我这样讲你承认吗 很辛苦啦 非常艰辛啦 非常艰辛 对不对 到了每一个国家 人家跟你讲 哎呀 我们跟你邦交国很好啊 很稳定啊 第二天你看报载 路透社 谁要喜说 两边要断交了 你有碰过这种事吗 我在邦交国待过嘛 我们之前在帛琉嘛 那就是一个有邦交国的地方嘛 所以我其实很能够体会那种在前线 巩固邦交的同事们的辛苦啦 各种消息真真假假 都要去分辨啦 嗯 你对台湾所谓的凯子外交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名词是有点误解啦 因为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都对于开发中或者是未开发国家 都有一个要去援助的义务啦 像全世界以GDP的比例来讲 援助最高的国家应该是日本 好 就是说如果 你今天如果是个已开发国家 你事实上 你本来就有那个医务去援助 比较落后的国家 那这个在国际发展上 成为海外直接援助 叫做ODA 我们对帛琉的援助是什么 最主要援助 我们有各种形式 比方说这个我们最重要 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是国际医疗合作 听说柏里有很多病人跑到台湾来 对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七 一百个里面有七十个人 百分之七十的病人 他转诊的时候是转到台湾来 这个主要在台湾是由星光医院在执行的 OK 因为我们台湾的做法是说 一个医院负责一个友邦 像我记得好像史瓦季兰 是台北医学大学的样子 那帛琉就是星光医院 就是说帛琉的医疗水准很落后 才需要转诊到台湾 相较于台湾是落后 因为他们可能在医生跟护理师的数目上 都远不及于台湾 他更不用讲一些医疗的资源跟技术等等 所以遇到一些比较急症的 比较重大的疾病的时候 他们就必须要送到其他国家 可能送去菲律宾 可能送去美国 也可能送来台湾 台湾的话大概占70% 最大宗 对 所以这是一个在国际医疗合作 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 所以我们三不五十就听说 可能是某某某的部长的小孩 某某某议员的 亲戚到台湾来看病 那我们就必须要多多多照顾一点 所以就要安排 就是让他觉得说 我们真的很用心在take care他们的健康 对啊 所以我觉得国际医疗是我们在做 国际合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样子 曾几何时 我们小时候看到台湾有很多传染病 我们也受到美国日本的援助 国陵俄国的援助 对不对 今天我们可以却可以帮助另外一个 对这也是我们台湾的成就 所以像我们每一年在瑞士的世界卫生大会 你去看那些友邦的卫生部长 帮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事实上他们的说法都很感动 因为对他们来讲 台湾是一个医疗资源的输出者 我们帮他们医好了很多他们的亲朋好友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好 外交官这个行业被大家很羡慕 外交官有没有转业的困扰 一般来讲考进来的人大概都不太会转业了 对嘛 没有转业问题啊 对不对 还是有 但是不多啦 不多嘛 不多啦 所以他就一直做做做做做做做到退休 他还是相对来讲 待遇还不错的一个career嘛 所以你要放弃也是需要一点勇气啊 需要一点勇气 需要很大的勇气 需要很大的勇气 好来我们来谈谈你的棒球 好 你看谈到棒球他开心了 来 棒球是你的dream 对 怎么说 棒球在美国来讲是一种父亲跟儿子的一种情感教育 好 那就跟我一样 我其实我的棒球是我的父亲 他带着我打棒球的 从小学开始 所以就是每一个周末 那我爸都会带着我跟我哥去打棒球 那到了台南一中的时候 这个我们组了一个台南一中的青棒队 然后去打了一个全国性的比赛 我还记得我打了一次安打 二雷安打 那到了台大 我们也加入了这个台大棒球队的校队 所以对棒球来讲就是 充满热爱 充满热爱 你到了帛琉也干了一件事吗 对 真的是我在帛琉 我在那边服务两年 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情 在帛琉事实上 帛琉的法律明定 棒球是国球 在帛琉 对 因为他们在早期是被日本给殖民嘛 所以其实他们的棒球的传统都是从日本来的 他们唯一的一座棒球场叫做朝日棒球场 阿萨姬 所以他们的棒球是从日本学来的 那在当地有到一百多个台湾人 都是几乎都是从事跟导游相关的工作 那这个工作的时候 他们就是他们平常没有出海去这个带客人的时候 他们有些也很喜欢打棒球 那我就号召他们说不然我们来组一个台湾黑熊 垒球队 垒球队 对因为就比较没有这个太困难的障碍这样 那就是他们也很开心 我们就几乎是每个周末都在打 那我们的对手就是当地的什么部长或议员 所以等于是 人家打高尔夫球 你是打垒球 对所以等于是以球会有 我还记得那个我们的球场的旁边 就是他们的财政部长的家 所以他们就常常会过来跟我们一起玩这样子 所以我们觉得是用棒球在做外交 他们也一起打棒球 一起打垒球 打垒球也很开心 其实因为打一场垒球 这个一下子一下来都几个小时的时间 大概一两个小时 我们就就是整个周末下午这样子打 感情很容易很close 对因为这个大家边打球边喝啤酒 他们很爱喝啤酒 就是他们是一种很乐天的民族 那我还做了一件事情 我还把帛琉的全国冠军棒球队 带到台湾比赛 对这个是在2016年的时候 那他们全国冠军 他们知道说 这在台湾大使馆有一个叫Jerry的 好像很爱打 打得也很好 他们就说他们来组一支球队 就他们去年的冠军队伍 然后到台湾比赛 然后请我当他们的领队 所以我们就到台湾来 然后跟两支台湾的球队打这个友谊赛 然后白天比赛到晚上就喝酒吃饭 好我们就这样玩了一个礼拜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对 我不觉得听你讲 我觉得外交工作不难啊 大家喝个啤酒打打球 找到适合你 再找了哈拉哈拉 对不对 再找旅游吃喝玩乐 你看邦交国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要找到适合你的项目了 然后呢 任何谁什么家里面身体为一样 没关系我帮你到台湾 对不对 帮你安排 是不是 你看你救人 救命 对不对 又让他们身心灵 获得充分之满足 不难嘛 我们是很enjoy那个过程 是啊 你要enjoy你的工作 对啊 当然有很多很辛苦的一面 只是我们都没讲而已啊 对啊 你在洛杉矶总统出巡的时候 你要开车吗 我负责车队 车队 那是一个很艰辛的任务 我听起来就很害怕 对 他车队大概有十台车嘛 对 整个车队 你看他们从LA机场到市区的饭店 他们抓的那个时间是以分在计算的 要准到这种程度 所以你还要跟当地的警车 做配合 做前导 做后卫啊 等等 所以是一个蛮专业的技术 因为那个安全的等级是非常高的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技术 所以你那时候做的时候是总统是谁 去的时候 我其实是马总统 马总统 马总统 因为我在LA是2011到15 那时候是马总统 是马总统 很久 对 所以他 其实车队对我们来讲 就是说是一个 因为总统一下飞机 一下转机 他就必须用车队去接驳嘛 是 所以你必须 make sure你的车队整个过程是很smooth的 不然的话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出访不是那么顺利这样子 那有很多美港 那我觉得我们我在那边大概经历了四次 总统出了 四次都是马英九 对 那有总统 有副总统 有副总统 你会负负责车队表示你的很受重用哦 还可以啦 因为这车队的头是安全 他必须要能够跟美国的警方 美方的安全人员有一定程度很迅速的沟通 那当然他们觉得我的个性跟美国的警察 跟他们的这个特勤都算是能够很快速的沟通吧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那就请你来做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 你还做了四次 我记得很多次啊 因为你看有总统啊 有副总统 其实甚至连行政院长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 其实他当然有不同层级的车队啦 对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那你在当地 我们每个人都要负责不一样的项目嘛 像我就是负责车队 所以后来我在台湾 在台北看到有车队 其实都蛮怀念当时在 就是你会有那个画面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在弄这个 在控制那个灯号啊 这样子 也想起当年的这个 对 对这个老老 这些工作对不对 对 估计你的回忆 这可以拿来跟你儿子炫耀对不对 他现在大概还听不懂 没关系长大以后 爸爸当年 来来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范瑞吉的异想世界 年轻外交官刘世杰 他虽然已经退下来了 那我们刚刚说进去的原因是 你有一些对外交官的兴趣 但人家都是干到老 做好做满 做到 对不对 那你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出来了 你一定没有发生什么弊案 没有弊案 没有弊案 对 你也没有给人家打到什么小辫子 没有 也没有被劝退 也没有顶罪 那你是发现什么事情 没有啦 就是我事实上就是去年就出来参选台北市议员嘛 那我是第一个出来参选公职的外交人员嘛 你的长官怎么想 当时我觉得不理的气氛是第一刚开始是很惊讶的嘛 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那后来他们发现说公务员事实上是有参政权的 他们觉得OK那吧那就照规定走嘛 那就开始选 那选完之后就有 我有这个持续的在经营我的这个脸书 那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选完笔选前还要红一点点 所以就是觉得很困扰 那当然也有很 困扰 就是我说困扰就是说可能对长官是很困扰的事情的 因为 这个部里出了一个红人 应该这样讲说 我觉得台湾的政府部门 没有一个这个网红的文化嘛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社群媒体事实上是每一个公民的这个言论自由 当然 每一个公务员都可以用社群媒体嘛 用脸书用instagram用twitter等等 那所以当你写脸书写instagram 没有人看的时候你不是个issue吗 对 但是当你有人看的时候 不对啊你怎么可以这么多的attention在你的身上 那所以这就会是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个事情 所以你就面临到要选择了 对因为你必须说 你到底是要继续当一个没有声音的公务员 还是你想要做一个现在很流行嘛叫做KOL嘛 做一个意见领袖 你到底是希望你有很多话想要讲 还是你想要做一个这个technocrat 就是做一个没有声音的官僚 那很多朋友都会给我意见 那我自己从从公众上从联署上 嗯 就是得到蛮多的鼓励的 他们觉得说他们看我的文字有得到一种温暖 他们觉得说觉得台湾社会也许更需要你作为扮演这样的角色 more than去当一个公务员的角色 那我自己也跟我的家人去讨论这件事情嘛 就是说我们得做一个决定 是要投身政治事务 投身公共事务 还是要回国头来当一个公务员 那我最后选择谴责这样 太太也支持 她支持 嗯 不错 你太太不错啊 对 帮你生两个孩子 然后呢 你颠沛流离 他就让你这样 你跟着你颠沛流离 对 不错 你很lucky啊 对 他我觉得他就是 当然 这当然这不是没有挣扎啦 因为毕竟你说两个小孩子那么小 那总是很多现实考量 当然 对 我们家也非大富大贵的 所以 嗯 但他就还是支持 所以这我是非常感 很感谢 他还在工作吗 嗯 他还在工作 所以你们 就是要两个人一起工作 嗯 对不对 来支持一个家庭 对 因为在台北你大概没有双心很难嘛 很难啦 很难啦 对 所以像我的 我的儿子他念大班啊 他念私幼啊 因为抽公托也没抽到嘛 嗯 他念私幼很贵啊 所以 呃 这个是很现实考量啦 所以郭大平说 零到六岁国家 其实我觉得那个政见 其实对很多 很多 像我们这种家庭是有细腻的 是有力啊 如果你不要讲蓝 蓝绿绿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很多 我们会觉得说 你两个小孩子如果都念私托的话 那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非常沉重 对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不要看蓝绿 就是说 这些政见 如果真的做得到的话 真的会减轻很多人的负担啊 就有很多人也愿意生孩子 对啊 真的 因为养小孩真的很贵啊 因为人口的成长是国防问题 是国 是国安议题 国安议题 对啊 所以你必须要让青年们 那年轻人觉得说 他生完之后 他有办法养啊 那我觉得零到六岁是一个 因为通常零到六岁 你父母都还是一个 在充斥你事业的事 你根本没有那个心理 那 都是三十多岁 对 那你不可能 并不是说每个家庭的长辈 都可以帮忙照顾 对 那如果说你没有长辈 帮忙照顾的话 你就会变得整个生活 变得非常tight 对 你还要去请保姆啊 干嘛的 那是一个很大的开销 所以就这个 你今天顶顶滴滴谈到了 一个青年外交官 我觉得你很像个人 像谁 不像个那个冷冰冰的外交官 暖男吗 暖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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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一个出生很平凡的人 那我们有每一个台湾年轻夫妇会有的问题 对 是啊 而且你讲到每一件事情都很简单的会打到 大家一个 所以为什么你选完以后比较红 因为我认识 之前我认识一个市议员 就这次选上了 考标当中的徐立信 我知道 你应该知道他 我知道 他也来上过我节目 然后他就说他之前选没选上 但是他没选上怎么样 他就每天还是在万华的市场里面 帮人家做免费的法律咨询 做法服 法服 四年以后他高票当选 所以其实民众是很简单的 对 对 有付出 对 就是时间是一伤网 就是你要在哪里收成 你就必须撒在那个地方 真的 是啊 对不对 你不要说 哎呀 我今天我刘士杰 我高大帅 没有高大帅 没有 没有高富帅 对 是不是 我是看颜值高 我外交官的学历 我有怎么样 然后人家就要投你 没有 这不能等号 对 可你如果说是这个 解体器 对不对 英文叫down to us 这很重要 对不对 解体器 对不对 在哪里扎根 对不对 你才有办法 获得大家长久 因为选民都会看 是不是 是啊 那祝福你了 谢谢 继续红下去 感谢 谢谢你 好不好 然后可以为台湾社会 贡献一些事情 谢谢 因为不同的领域 不同贡献方法 真的 所以从外交的线上退下来了 但是你依然可以在别的领域 我相信你假以时日 谢谢他们的祝福 会让外交部 重新设立新的网红部门的思维 这样子 谢谢 好 我们今天谢谢刘士杰 这本书叫做 我在外交部工作 如果你想要进外交部工作 这本书其实写了很多 有关于这里面的 know-how 好 我们今天这个小时 先告一段落 谢谢士杰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